大家好,欢迎来到幸福敲门,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影帝和初恋赌气,娶了我。 结婚三年,他们纠缠不清。 拍戏时拥抱接吻,采访时讲暧昧情话。 网友都说,我是个可怜的替身。 我从不生气,只是笑着,帮他澄清每个绯闻。 直到后来,我意外怀孕,瞒着他打掉孩子。 他气得心疼,凶狠地质问我,为什么? 我抚摸着他的眉眼,平静地回答,因为我不爱你。 我爱的人,是他死去的哥哥。 全世界都知道,周逢宜娶我,是为了让唐月如吃醋。 他们在结婚前闹分手,唐月如赌气出国。 周逢宜没有惯着他,转身娶了我。 我穿着不属于我的婚纱,嫁给了不爱我的男人。 所有人都说,等唐月如回来,周逢宜就会把我丢掉。 可是结婚第三年,周逢宜他,好像开始喜欢我了。 他会给我做早餐,会哄我起床,会在我撒娇的时候,吻我的唇。 最甜蜜的时候,我们抵死缠绵。 他在黑夜里,低声诱惑我,小乖,给我生个孩子,要像你一样乖。 我们就像一对平凡的恩爱夫妻,知道我真的怀孕的那天。 还没来得及告诉周逢宜,唐月如就回来了。 那一天,他们和好了。 唐月如回国那天,是他们班同学聚会。 听说他家里破产了,在到处找人借钱。 周逢宜牵着我进屋的时候,看见一个有钱的男同学正在灌唐月如喝酒。 说喝一杯,就借他十万。 唐月如呛得眼泪直流,还是陪着笑,全都喝掉了。 等他看见周逢宜来了,突然就慌了,大概是觉得难堪,猛地低下头。 有人起哄说,月如,你缺钱的话,求求周大影帝嘛。 凭着你们以前的感情,你跟他上床滚两圈,他怎么也不能亏待你。 周逢宜冷冷地撇过去,慢吞吞地开口,少他妈恶心我。 他嘴里叼着烟,靠在我的肩膀上,接着说,谁要是惹我老婆不高兴,就给我闭嘴滚蛋。 大家都笑了,一口一个嫂子地叫我,说真羡慕,周逢宜这样疼爱我。 没人知道,如果不是唐月如突然出现,周逢宜今天根本就不会来。 唐月如瞪着我,死死咬住嘴唇,忍着眼泪。 刚刚灌他喝酒的男人,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揉了揉。 问他,怎么办,周大影帝好像不要你了。 不过没事,他不要,我要。 你要是愿意脱光,在床上把我伺候高兴了,我就给你点零花钱,怎么样? 周逢宜碾灭灭了手里的烟,心里不痛快,脸色也变得冷冰冰的。 他还是心疼了。 唐月如忍着眼泪,抬眼看向周逢宜。 他轻声说,我不愿意。 这辈子,我只爱一个人,就算他不要我了,我也不会让别人碰。 周逢宜手上突然用力,捏疼了我。 男同学被搏了面子,笑了笑,骂唐月如犯贱。 你以为你是什么贞洁烈女呀? 妈的,给你脸你不要,老子今天还就睡定你了。 他拽起唐月如就往外走。 唐月如喝多了酒,软绵绵地靠在他怀里,半推半就地挣扎。 周逢宜的眼睛紧紧盯着唐月如。 我看得出,他为了她,杀人的心都有了。 唐月如快要离开前,周逢宜终于装不下去了。 他挤不上前,一脚踹翻搂着唐月如的那个男人。 他把人摁在地上打。 赤红着眼,摁狠狠地骂,你他妈再敢碰唐月如。 我剁了你的脏手。 场面顿时乱成一团。 有人在录像,我赶紧拽住周逢宜的袖子,想让他住手。 他回过头,冷冷问我,轮得到你来管我。 我愣了愣,轻轻松开手。 唐月如扑过来抱住他,哭着说,周逢宜,你别为了我跟人打架。 你受伤了,我心疼死了。 我刚刚好怕,你会真的不要我了。 周逢宜没有推开他。 他把他摁在怀里,好好地保护着。 所有人都在看着,他带走了唐月如,丢下了我。 那天晚上,周逢宜没有回家。 唐月如在凌晨发了条微博,说,你说你永远不会再去牵别人的手。 配图是一张食指相扣的照片。 照片里的那个男人,手背上长着一颗朱砂痣,是周逢宜。 而我是,他再也不会牵手的别人。 十分钟后,这条微博冲上了热搜。 我的黑粉给唐月如留言说,姐姐加油,姐姐跟周影帝才是绝配。 你们一定要复合呀。 我不要三观了,我支持周影帝出轨。 就是见不得宋又威那个心机表高兴。 好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笑话。 也有些人给周逢宜留言,哥,那个人不是你吧? 我焚你这么多年,能看出来嫂子对你有多好。 你可千万不能对不起他呀。 我和周逢宜身上绑着很多夫妻代言,违约金是天价数字,最怕闹出丑闻。 经纪人联系不上周逢宜,只能给我打电话。 让我先想想办法骗骗网友,就说我和周逢宜在一起。 我翻了翻相册,才发现我和周逢宜的合照,少得可怜。 在那些少得可怜的合照里,只有我在笑着。 挑到最后,我发了一张很久以前的周逢宜坐在台灯下看书的照片。 朦胧的灯光笼罩着他,像极了那个总是出现在我梦里的,让我掉眼泪的人。 照片刚发出,就有网友来留言。 看看,老周在家里陪媳妇呢? 谁在说我们老周出轨,我撕烂他的嘴。 所有人都在骂唐月如不要脸,爱炒作。 直到几分钟后,周逢宜转发了唐月如的微博。 在那张牵手的照片下,他说,是我。 他坦然地承认了他们在一起的事实,揭穿我自导自演的澄清。 他又一次为了唐月如,丢掉我。 唐月如的粉丝冲进我的微博里,笑话我,装逼惨遭打脸, 爽死我了,宋表,死骗子。 月如姐给你三年时间,你都没抓住老周的心,真没用。 谁说,我想要周逢宜的心了? 我删掉手机里所有关于她的信息。 我想离婚了。 第二天一早,公司叫我回去处理周逢宜的绯闻危机。 不巧,我刚到就碰见唐月如。 大概是周逢宜舍不得她一个人待着,就带过来了。 她一见我就道歉,又微解。 昨晚对不起,我喝多了乱发微博,逢宜也跟着我闹,给你添麻烦了。 我已经说过她了,只知道向着我,一点都不替你想想,大直男,真笨。 网上那些人说话多难听啊,说什么你是我的替身,简直太好笑了。 他们都不知道,我多想谢谢你呢,替我照顾冯仪这么多年,她冲我甜甜地笑着。 我也对她笑,我是周逢宜的妻子,妻子照顾丈夫,哪里需要外人感谢? 倒是你,昨晚被人骂小三,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 唐月如的脸色变了变,她上下扫我两眼,突然盯着我手上的戒指。 笑着说,又微解,你戴着我的结婚戒指,该还给我了。 她说着,就来拽我的手,我烦了,一挥胳膊,不小心打到她的脸。 唐月如突然抡包砸向我,包上的金属刮破了我的额头,见血了。 她用了很大的力气,砸得我觉得自己的耳朵都在响。 我抬手就要打回去,却被人从身后拽住手腕。 周冯仪突然出现,冷冰冰地警告我,宋又微,你敢动她试试。 等我回过头,她看见我脸上的血,愣了愣,皱眉看向唐月如,问,你打的? 唐月如眼泪汪汪地摇头说,冯仪,是她骂我是小三,还要打我。 我躲她的时候,包包才打到她的,我不是故意的,我给她道歉。 她一哭,周冯仪就心疼了。 听她这样说,周冯仪揉了揉她的发顶,夸她做得好。 谁打你,你就打回去,有我在,你不用跟任何人道歉。 我突然很羡慕唐月如,其实我也挺爱哭的,可是心疼我的那个人,已经不在了。 经纪人杨姐看不下去了,指着我冲周冯仪喊,这个才是你媳妇。 周冯仪,你眼瞎呀,抱着个绿茶不松手。 又威哪点比不上唐月如,你忘了你说想跟又威有个孩子了,你忘了你说你跟又威在一起才有家的感觉了。 现在你这样伤害她,你确定以后你不会后悔。 我下意识摸摸肚子,在我的身体里,藏着一个刚刚发芽的小孩。 周冯仪笑了笑,轻飘飘地扫过我,不带一丝感情,平静地开口。 或许我是喜欢过宋又威,可是月如回来了。 什么宋又威,李又威,王又威,都得给我靠边站。 从前,周冯仪大概只是很短暂的,浅浅的,喜欢了我一下。 现在,唐月如回来了,她要去爱她了。 我摘下无名纸上那枚,不属于我的戒指,把它还给周冯仪。 周冯仪的笑慢慢冷了下去,沉默片刻,她伸手来接。 杨姐拉住我,看看我的肚子,冲我实眼色。 又威,你别犯傻,你已经,唐月如打断她,伸手抢走那枚戒指。 她把戒指套在自己的手上,发现戒圈有点小。 她的笑微微凝固,抬手就把戒指扔进垃圾桶。 她抱着周冯仪的胳膊撒娇,算了,你也别为我生气了。 别的女人戴过的戒指,我嫌脏,我不要了。 周冯仪没有理她,只是盯着我,沉声问,你已经怎么了? 我淡淡地看她一眼,转身就走。 周冯仪,我怀孕了,你不必知道。 周冯仪是个极其敏锐的人。 杨姐的暗示那样明显,我想,她大概能猜出七八分。 我长期吃药身体不好,会影响胎儿发育,这次怀孕是个意外,医生建议我拿掉孩子。 我也不想因为这个孩子,跟周冯仪继续纠。 留产,留产手术前,我从家里搬了出来,避免跟她见面,免得她给我找麻烦。 虽然,周冯仪大概,根本也不在乎。 她并没有找我,依然在好好的过她自己的生活。 杨姐给我发来一条视频。 是在拍卖会上,周冯仪送给唐月如一枚华丽的钻戒,唐月如笑着扑进她的怀里。 郎才女貌,天生一对。 是啊,我怎么忘了? 周冯仪说过的,唐月如回来了。 不管是宋又威,还是宋又威的孩子,都得靠边站。 挺好的。 手术前一天,我突然心慌得厉害。 想起我妈去世前,给我求的玉佛牌还放在家里的保险柜里,就打算回去拿一趟。 到家才发现,进门的密码被人改了。 我站在自己家门口进不去,突然就觉得挺狼狈的。 别着火,我给周冯仪打去电话。 接电话的人,却是唐月如。 她开口就是得意地笑,又微解。 今天是我生日,冯仪非要带我去等流星雨,今晚我们不回去了。 之前我跟她说,对着流星许愿的恋人,会永远在一起。 没想到她还记得,我好开心啊。 但是,密码我没办法给你,毕竟我们俩不在家,你一个外人进去也不合适。 我直接挂断电话,打开密码锁,输入今天的日期。 门开了。 密码是唐月如的生日。 房子里,我生活过的痕迹,已经全部被抹掉了。 电视柜上,我和周冯仪的婚纱照,换成了她和唐月如的合照。 那年,她们还很青涩,周冯仪抱着唐月如,笑得很幸福。 我养的多肉被人莲花带盆扔掉了,我的书房也变成了唐月如的钢琴室。 我愣了愣,跑进卧室,打开衣柜,里面放满了一整排性感的蕾丝睡衣,不是我的。 保险箱放在最下面,按下指纹,我抖着手,把里面的首饰、现金、文件全都拿出来。 可是我怎么都找不见,我妈留给我的玉佛牌,那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一件东西。 唐月如也知道,所以她把它丢掉了。 唐月如一直讨厌我和我妈。 上学那会儿,我妈在周冯仪家里当保姆。 唐月如跟着她爸妈来周冯仪家里玩,第一次见面,周家父母跟他们介绍我。 说我又听话又懂事,学习刻苦,很聪明。 唐月如装作很友好的样子,说要跟我交朋友。 背地里,她说我,学习好又怎么样? 拼命考个好大学,以后出来还不是给我们打工的。 她妈也讨厌,整天笑咪咪的,一个保姆高兴什么呀,老穷鬼生个小穷鬼,恶心死了。 我妈接我放学,遇见唐月如。 她会用英语笑着叫我妈婊子,我妈听不懂,还跟我夸她漂亮可爱,给她塞自己烤得红薯干。 唐月如转身就扔进垃圾桶,嘲笑我妈说,一股臭味儿,狗都不吃。 我妈不知所措,脸红地抬不起头,惹得周围人哈哈大笑。 我扔下书包,就去扯唐月如的头发。 我妈看我被人打了,扑上来把我挡在身后,她被唐月如的朋友一脚踹倒,身下突然就流出很多血。 那天,我妈确诊了子宫癌,那些可怕的癌细胞偷偷出现,然后悄悄地夺走了妈妈的生命。 那枚玉牌是我妈死之前瞒着我,一步一磕头上灵山求给我的。 她说,灵山的佛是最灵的佛。 我忍着眼泪,问她为什么。 她笑着说,这是秘密,不能告诉我。 其实我知道,我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,我妈上灵山求佛祖保佑。 她许愿说,愿意用自己一半的寿命,换我健康平安。 后来,我的病好了。 灵验的佛祖带走了我的妈妈。 唐月如知道以后,笑话我妈说,穷鬼就知道封建迷信,留个垃圾有什么用,不如搁个肾卖个肝,给她女儿换点钱。 凌晨两点,周冯怡带着唐月如回来了。 进门的时候,唐月如抱着周冯怡的脖子,哼哼唧唧地求她,冯怡,今晚陪我一起睡,好不好。 我想把自己交给你。 她说着,就把嘴唇贴了上去,周冯怡躲开了。 我坐在沙发上,看着唐月如犯贱。 周冯怡的视线落在我身上。 唐月如愣了愣,回头看见我,有些挑衅地笑了。 又微姐,要是知道你在家,我肯定让周冯怡早点回来了。 今天晚上没看到刘星,她怕我失望,非要带我去放烟花。 又微姐,对不起啊,你要怪就怪我吧,别生冯怡的气。 我喝了点酒,整个人昏昏沉沉地站起身,走向她,直接问,我的玉牌呢? 唐月如心虚地眨眨眼,还在笑着,你是说保险柜里那块玉牌吗? 我收拾东西的时候,不小心给摔碎了,看着也不值钱,我就给扔了。 我的眼泪猛地掉下来,一瞬间手脚冰凉,嘴唇控制不住地直哆嗦。 脑子里全是我妈死的那天下午,她紧紧抱着我,一遍一遍地擦掉我的眼泪。 她让我别怕,她说她不走,她说她都跟佛祖说好了,玉牌在,妈妈就在。 我甩手就把酒杯砸向唐月如,杯子碎在大理石上,溅起的碎片划破她的腿。 她害怕了,后退两步,缩在周冯仪身后,可怜兮兮地喊着,好疼。 我撕扯着她的衣领,歇斯底里地问,你把她扔哪儿了?你把她扔哪儿了? 周冯仪上来拦我,我扇了她一巴掌,骂道,我们还没离婚,你凭什么带她回来? 你凭什么让她乱动我的东西?你凭什么?你就那么等不及地要睡她? 周冯仪,你恶不恶心?她有些野蛮地抱住我,抚摸着我的头发,压过我的声音,沉声说,又威,你冷静一点。 我带你去找你的玉牌,好不好?你别哭了,我求你别哭,我看着心疼。 我的玉牌是唐月如今天早上扔掉的,应该还没有被处理掉。 周冯仪开车,带我去垃圾站,一路狂飙。 她陪我在垃圾堆里翻找,一个有洁癖的人,也不怕脏,不怕臭了,弄得满手污泥。 从天黑找到天蒙蒙亮起,我什么都没找到。 太阳升起的时候,我突然觉得特别无助。 天边的金光刺痛我的眼睛,我咬着嘴唇忍住眼泪,憋着一股劲儿,不敢让自己哭出来。 垃圾站的老夫妻看我可怜,也来帮我一起找。 终于,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,那位奶奶喊我,闺女,你来看看,是不是这个呀? 我猛地站起身,一瞬间天旋地转,顾不上那么多,从垃圾堆里拔出鞋,就网过跑。 奶奶手里拿着一个檀香盒,盒子里装着七零八落的玉块。 它就是我的玉牌,可是它真的碎掉了。 其实,我应该高兴的,找到就好,找到就好。 我努力想笑来着,可是嘴角刚刚动了动,眼泪就大颗大颗地落下来。 妈妈,你说玉牌在,你就在,对吧? 可是,玉牌碎掉了,你还会在吗? 你能不能不要走,不要丢下我? 周冯仪伸手,把我揽进怀里,安慰我说,别难过,等我找人修好它。 我推开它,摇头说,没事,不用了。 片刻后,周冯仪的声音冷了下来。 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骂我。 宋又威,每次你跟我说没事的时候,我他妈都恨不得掐死你。 你依赖我一次,能死吗? 我静静地看着她。 周冯仪的手机突然响起来,是唐月如打来的。 她迟疑了两秒,还是接了。 唐月如在那边哭, 冯仪,我本来想去找你们,跟又威姐好好道歉的。 但是,我迷路了,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。 我好害怕,周冯仪再也顾不上我了,她抬脚就走。 正好,医院也给我发来短信。 今天是我预约流产的日子。 在唐月如生日的这一天,我失去了妈妈和素未谋面的小孩。 进手术室前,麻醉开始发挥作用。 我陷入了一场回忆的梦境。 那年我十六,凭着自己的努力,考进了全国顶尖的高中。 跟唐月如、周冯仪,还有我爱的男孩,进入同一所学校。 从此,我的噩梦开始了。 我不明白,唐月如为什么那么喜欢欺负我。 她带着她的朋友,把吃剩的泡泡糖粘在我的头发上, 把用过的卫生巾扔进我的书包里。 她们会在我路过的时候,伸脚把我绊倒。 也会在我上厕所的时候,把脏水倒在我的头上。 我也不是没有反抗过,老师们也都知道,可是她们什么也没做。 后来,我来立架肚子疼,刚刚找出止疼要准备吃,就被唐月如抢走了。 她笑咪咪的,要我跪下来求她。 我咬牙忍着,可是疼痛一阵又一阵地折磨着我。 我真怕自己撑不住了,会跟唐月如认输。 周围的同学都在打赌,赌我能忍几分钟。 我看着桌上那一张张红色的百元钞票,不争气地哭出了声。 突然有人靠在我的客桌上,用一片阴影遮挡住我。 她捡起那些钱树了鼠,啼里啼气地笑着。 还行,不少,就当是你们孝敬爷爷的。 看着她把钱揣进兜里,那些人连个屁都不敢放。 她冲唐月如勾勾手,还是笑着,但笑得很冷。 要,给我。 这只小病鸭,我领养了。 从现在开始,她属于我,谁动她,我弄谁。 各位,听懂了? 她是周冯怡的混蛋哥哥,整天惹是不学好。 原来,我挺不喜欢她的,可是今天,她帮了我一把。 我猜,大概是因为,她跟别人打架,打得满身伤。 家里的长辈不问原因,只会责罚她,辱骂她。 只有我妈偷偷惦记着,给她的伤口擦上药。 她好像是在报恩。 从那天起,我这只小病鸭,也有了自己忠诚的饲养员。 从麻醉里醒来的时候,杨姐握着我的手。 她流了好多眼泪,我问她,怎么哭了? 她说,我说了好久的梦话,她问我,你爱的那个男孩,她去哪里了? 我看着对面高高的楼顶,闭上了眼睛。 轻声呢喃,她呀,她跟着风飞走了。 我关上手机,人间蒸发了半个月。 听杨姐说,周冯仪找我快找风了。 我出院的第一件事,就是带着离婚协议去见她。 周冯仪沉默片刻,冷冷地笑了。 她粗粗看了两眼协议书,就丢到茶几上,抬眼盯着我的肚子,慢吞吞地说,离婚前,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没有谈? 我坦然地笑笑,回答她,之前有,不过现在,没有了。 孩子我拿掉了,放心,你没有后顾之忧。 周冯仪的瞳孔颤了颤,愣了两秒。 她低着头,突然笑了。 宋又威,你消失了半个月,就是去干这事了。 啊? 我怕你难过,跑遍全国去找修复玉器的专家。 然后,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 她伸手将我拽倒在沙发上,将我禁锢在她的身下,凶狠地问,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? 你怎么敢? 你怎么舍得? 大概是从前,我太听话了。 所有人都以为,我爱惨了周冯仪,包括她自己。 我仰视着她的脸,轻轻抚摸着她的眉眼, 平静地告诉她,周冯仪,我爱的人,从来不是你。 你发脾气的样子,真的好难看。 你越来越不像她了。 找替身这种事情,开始的时候,确实带给我一些安慰。 只是时间久了,就会发现,她笑不是她,不笑也不是她。 甚至连她的拥抱,都不如她的暖和。 我腻了。 周冯仪知道,我说的人是谁。 她的眼泪突然掉下来,砸在我的脸颊上。 真是活得久了,什么稀奇事都能见着。 高高在上的周冯仪,连唐月如走的那天,她都没哭。 今天,竟然为了我哭了。 真是好有意思,好恶心。 我跟她说,不用觉得委屈。 我们关系的开始,本来就是一场交易,不是吗? 你拿我当赌气的工具,我拿你当替身消遣。 我们两步向前,我话没说完, 周冯仪就打断我。 她突然红了眼圈,那一瞬间的神态,像是一只被弄丢的小狗。 她说,宋又威,你没资格跟我说两步向前。 你知不知道,我送唐月如戒指的时候,一点都不高兴。 我努力想像以前一样去爱她,可是满脑子都是你。 你消失不见了,我会心慌到半夜惊醒。 宋又威,你让我爱上你,又跟我说两步向前。 去她妈两步向前。 她说着,伸手掐着我的脸,像一头凶狠的狼,咬牙威胁我,想离婚。 你做梦,一直躲在房间里偷听的唐月如推开门,失魂落魄地走出来,狼狈地站在客厅中间。 她哽咽着,小声问,周冯仪,你在说什么呀? 周冯仪准备起身的时候,我伸手拽住她的领带,扯着她靠近我。 颜尾瞥见唐月如攥紧拳头,我笑了。 我问周冯仪,上学那会儿,虽然我们不在一个班,但是你应该知道吧,唐月如是怎么欺负我的吧? 我们也可以不离婚,但是我要你,把给她还债的钱,全部拿回来。 现在,就让她从这里滚出去。 唐月如急了,边哭边说,冯仪,谁都有年纪小不懂事的时候,不是吗? 况且你也知道,我只是跟幼威姐开玩笑的呀。 如果她生气,我跟她道歉,好吗? 她说着就跪倒在地,哀求道,幼威姐,我只有冯仪了呀,求你不要抢走她,好不好。 冯仪,那些要债的人有多可怕,你见过的,如果你真的不要我了,如果你要回那些钱,我可能会被他们周冯仪皱起眉。 她盯着我的眼睛,犹豫了很久,还是说了一句,对不起。 她总是这样,嘴巴里说着爱我,做选择的时候,却永远偏向唐月如。 我笑着骂她,那你刚刚在我面前,装什么狗屁深情? 你不必道歉,本来我也是逗你玩的。 周冯仪,你爱谁,关我屁事? 周冯仪的眼神疼了一下,然后渐渐变冷,推开了我。 她走进唐月如,慢慢把她抱进怀里,轻声安慰着,乖,不怕了,都是我不好,怪我乱说话。 我不要谁,也不会不要你,我保证。 唐月如捶砸着她的肩膀,哭得委屈,却抱紧了她的脖子,不敢松手。 瞧她害怕的样子,我心里真是好痛快。 我和周冯仪离婚那天,唐月如也跟着。 她紧紧牵着周冯仪的手,生怕我给周冯仪灌点迷魂汤,就给人勾搭走了。 离婚证拿到手的时候,她明显松了口气,趁着周冯仪去取车,又来挑衅我。 趁着我们闹别扭,你当了三年周夫人,就当是我赏你的。 宋又威,你记住,你永远是老穷鬼生的小穷鬼。 以后,小心这点吧,等我玩死你。 我伸手就扯住她的头发,她疼得大叫。 我笑眯眯地跟她说着悄悄话,唐月如,我手里,有你杀人的证据。 她的脸色,瞬间变得惊慌失措。 我满意地盯着她,继续说,不过你放心,我没有你那么狠毒。 我不要你死,我只要你,生不如死。 我们官宣离婚后,周冯仪婚内出轨的帽子,彻底脱不下来了。 她并不在乎,她是男明星,又是影帝,这种丑闻对她来说,实在无伤大雅。 总有人会选择原谅她。 她开始带着唐月如进出各种公开场合,为她发通告洗白,给她铺路演戏。 周冯仪有钱有权,这点小事,很快就办好了。 我们再见面的时候,唐月如已经拍完一部大制作电影,高调复出了。 今晚是老前辈的生日,请我我不能不来。 刚到宴会厅门口,就看见唐月如挽着周冯仪跟我打招呼。 又微姐,好久不见。 听说你最近拍了一部小众题材的电影,是不是遇到难处了,怎么资源降级了这么多呀? 在周冯仪面前,唐月如总是装得很乖巧。 她也已经忘了,我说会让她生不如死的那句话。 大概,她看这么久没事,以为我只是吓唬她而已。 杨姐嫌弃地对她,唐小姐,不懂不要乱说哈。 小众题材不等于资源降级,人家导演得过国际大奖的,你说这话多得罪人啊。 唐月如的表情变了变,又笑了。 她轻轻靠着周冯仪的胳膊,撒娇说,得罪人也没关系啊,反正我有我老公呢。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,我闯祸,她兜底,只要有她在,我什么都不怕。 我懒得搭理她,交完礼金,签了名,准备走人。 唐月如突然叫住我,从包里掏出一张请帖。 又威姐,忘了跟你说,十月份我跟冯仪结婚,希望你能来。 周冯仪的眉头皱了皱,轻轻贴她一眼。 谁都没想到,我会停下脚步,看着那张粉色的请帖,笑着收下。 我跟唐月如聊了会儿,你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可够好的,我都没听说过。 不像我那会儿,你家老公非要全程直播,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,我们结婚了。 看着风光,其实挺烦的。 眼见唐月如表情变了,我抬脚就走,转身把请帖扔进垃圾桶。 周冯仪先生,唐月如小姐,我希望你们拥有一场永生难忘的婚礼。 听说,唐月如因为结婚的事,跟周冯仪闹了很久,才把秘密婚礼改成了全程直播。 她真是好蠢。 一场公开作秀的婚礼,有什么好的? 周冯仪真正想给她的是保护,可惜她不懂。 我数着日子,等待他们结婚的那天。 那次同学聚会结束后,我收到一段匿名的录像。 不知道是哪位老同学,她告诉我,周冯仪的死并不是一场自杀。 对不起,从前不敢告诉你,是怕被唐月如报复。 周冯仪啊,好久都没听见有人提起她的名字了。 那天晚上,我反复观看着那段录影,终于知道,在她从顶楼坠落的那天,在我打算跟她告白的那天,她究竟是为何死去? 原来,是因为我呀。 周冯仪和唐月如婚礼的那天,我守在直播前,生怕错过他们幸福的表情。 唐月如穿着高定婚纱,从铺满白色玫瑰的花道上,款款走来。 周冯仪在尽头等着她,那样温柔,配得起一句,有情人,终成眷属。 他们在牧师的见证下,互诉忠常,发誓会永远忠于彼此,生老病死,不离不弃。 骚乱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。 网络上突然大面积出现一段视频,地点是在学校的顶楼。 画面里有两个人,清晰可见的,是唐月如稍显青涩的脸,和另一个跟周冯仪很像的男孩。 那天下着雪,唐月如站在天台边,摇摇欲坠。 她哭着问男孩,是不是你宁愿看着我去死,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? 男孩有些不耐烦,要我说多少遍,我有喜欢的人了,你他妈聋了。 唐月如不信,继续胡搅蛮缠,你喜欢的人是谁,是谁? 学校哪有人比我漂亮? 难道,是宋又威那个土包子? 她凭什么呀? 我喜欢了你两年,我喜欢你,甚至可以为你去死。 她敢吗? 大概是听不得喜欢的人被辱骂,男孩冷冷地笑了。 唐月如,你是什么个东西,我很清楚。 你那点小伎俩,骗骗周冯仪就算了,跟我玩,你真不够格的。 我就说一句,把宋又威的照片交出来,你要再跟她犯贱,我弄死你你信不信。 唐月如瞪着眼睛,半天不说话。 很久以后,她突然笑着跳下天台,耸耸间说,你真没眼光,真的,你知道多少人喜欢我吗? 你不过是周家最不受待见的一个孩子,你跟我嚣张什么呀? 我给你脸,你不要,想要宋又威的裸照是吧? 行啊,你自己来拿呀。 你要是拿不着,可别怪我把它散出去,让全世界的男人看看,那个土包子是个什么货色。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存储卡,高高举起,在男孩冲向他的瞬间,突然蹲下。 那天,天台的路好滑,天台的风好大,有个男孩变成蝴蝶,短暂停留后,就乘风飞走了。 我依然记得,那天的天很黑,他揉着我的头发,要我放学等他一起回家。 我摸着课桌里那封写好的表白信,红着脸点了头。 后来,他出去了,就没能再回来。 那封表白信,还珍藏在我的书包里。 直播里,有人叫停了仪式,拿着手机给周冯一看。 唐月如变了脸色,抓着周冯一的衣领,哭喊着,不要看,你不要看,冯一,那不是真的。 我不是故意的,他摔死了,跟我没关系啊。 我没想到天台会那么滑的,我怎么会想到他那么没用,站都站不稳。 周冯一一把将他推倒在地,他的钻石发固掉在地上, 头发也散开了,脸上的砖花成一片。 真的好狼狈,让我好痛快。 唐月如,我说让要你生不如死,不是说说而已。 这场风波掀起极大的舆论,网上开始有人不断跳出来,列举唐月如从小到大做过的坏事。 有真有假。 网友开始讨论社会地位,家庭背景,生长环境,对孩子性格的影响。 有人说,世界上有一类小孩,天生坏种。 我深表赞同。 唐月如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,被带上法庭,从众判处,没人能救得了他。 周冯怡也受到牵连,被行业封杀,遭到周家除名。 最好笑的是,从前最讨厌周冯玉,甚至连他死了,都在骂他的父母。 突然出镜作秀,说周冯玉是个多么孝顺的孩子,虽然脾气不好,但是品行端正。 他们的眼泪好像是真的,可是他们连周冯玉喜欢什么花都不知道。 他的墓碑前放着大片的菊花,我跑了好几趟,才给扔干净。 他最讨厌菊花了,他挑剔得很,老说菊花臭。 我替他把他的小家打扫干净,坐在他身边晒太阳,好想陪他说说话。 说什么呢?让我想想,就说说,你还没听过的,我喜欢你这件事吧。